好 接下來我們邀請到的是我們的貴賓致詞 首先第一位我們邀請到的是 我們中華民國節舞運動推廣協會 太關槍了 講白話文 那我們歡迎 田拓老師 Yeah 田拓老師 好 音樂不要亂 他就一直跳 不然進去到另外一個狀態 好 感謝大家今天來參加我們的台灣Dance Delight 這個Japan Dance Delight呢 抽看學跳舞的時候 就是我的老師就在Copy裡面的錄影帶 然後呢 我也是這個Copy啊 但是 總覺得Copy不太顯 因為那個時候才剛剛學跳那邊舞有點難 你知道嗎 但也沒有想到這個試過進階的這個 經過時間的推移呢 有一天竟然會在這邊辦這個 台灣Dance Delight 然後也要即將送我們這個 台灣的舞者到日本去挑戰 相信也滿 在座有不少人有看過日本的這個決賽 應該也覺得還滿精彩的 那我很希望就是說 畢竟我們台灣跟日本 我們受他們的這個街舞的影響也滿多的 我們希望有一天我們的這個舞者 也能夠在這個 日本的這個Japan Dance Delight 決賽上面拿到一個銀次 那也讓全世界 甚至是日本 或者是全世界的舞者 都能夠更認識我們台灣的街舞 讓我們的世界看見台灣 讓台灣衝撞世界 謝謝 感謝大家 謝謝 好 來掌聲鼓勵到我們的 甜蜜心掌 甜拓老師 好 接下來 老師 要這邊要回到觀眾席嗎 OK 來 接下來第二位我們要邀請到的是 文化部次長 王時思 王次長來為我們所有的參賽選手 勉勵一下 觀眾們爆抖 王將們好 棒球 上台我們有一個慣例就是要就是 Prestyled一段 文化吧 caracter笑 perafone 我上台的時候也會這樣吧 壹根 一定要的 這是我們的規矩 兩位委員等一下請準備 原來 原來我要今天在這間 音樂長周 mayor 時間要做你繹辦工作 主持人好 大家好 我要今天很開心 先來可以參加這個 街舞推廣協會第七屆的臺灣 Dance Eli 那也要謝謝大家的是 文化部有機會給文化部支持這樣的活動 因為它算是一個運動 是一個賽事 所以通常不會在這個場合看到文化部 但是因為你們要出國 那要出國這件事就會跟文化交流有關 所以就有文化部的角色 我想從兩年前開始 臺灣 Dance Eli 去日本 Dance Eli的時候 文化部就開始支持 那去年也支持大家去了法國 跟法國的街舞做一個交流 那我們很開心可以有這樣的機會 尤其今年其實街舞也進入了 奧運的正式比賽項目 那臺灣在街舞上的表現 我想全世界也有目共睹 我們也希望這個活動 街舞這件事情不僅是運動 不僅是技巧 對文化部來說 它有很重要的文化價值的呈現 跟美學的呈現 那尤其街舞的風格代表了自由多元 這種開放性的風格 也完全符合臺灣的風格跟形象 所以我們非常期待 街舞的團體走出去的時候 大家可以從街舞中重新認識臺灣 理解臺灣的面貌 理解臺灣的多元 臺灣的自由 臺灣的奔放 還有臺灣每一種多元聲音的表現 我想這個對文化部來說 就是無可取代的價值 所以也希望祝福今天的隊伍 我知道今天的冠軍隊伍 接下來就會去日本參加 日本Dance Line的比賽 希望今天所有的隊伍 都有非常好的表現 今天的評審也辛苦了 因為我聽說有英國 日本 各地來的評審 我想這樣一個盛大的活動 也希望可以給臺灣更多的朋友 有這樣的啟發 也希望更多的朋友 可以有參與這個街舞的活動 那也透過街舞的活動 呈現臺灣美麗多元 自由奔放的願望 謝謝 掌聲 熱情的掌聲尖叫 送給我們的文化部王志祖 謝謝您 謝謝你這麼支持我們 喜歡跳街舞的孩子 或者是大人 我還在昨天的那個情境裡面 昨天是小學 今天突然大家都長大了的感覺 還沒有抽出來 不好意思 你們不是孩子了 你們已經是大人了 不好意思 好 緊接下來 我們下一位 我們就要邀請到的是 我們也是 非常支持我們街舞活動 昨天也有來到我們的現場 那今天呢 不知道有沒有穿他的女兒的衣服 來我們現場支持我們的活動 今天沒有是不是 掌聲歡迎我們的蘇巧惠 巧惠委員 小惠委員好 好了 音樂可以停了 不要再逼我了 可惡被你躲掉了 音樂再繼續放下去 我就要開始跳土豐舞囉 哎呀可以啊 這個什麼舞蹈 不好意思 不是 因為昨天是這個 要來跟大家融入 他表示我女兒也已經長到 這個跟大家一樣 明年搞不好 我下次就可以來報名這個選手級的 歡迎歡迎 但是今天因為等一下我要去我自己的擂台 我們要去民主護台 所以不能穿得太這樣子 那那那那應該的應該的 真的真的 我等一下三點要坐上高鐵去嘉義了 等一下 哇辛苦了 好那我覺得是這樣啦 我們要延續甜拓的風格 時事推移 我自己從小 當然非常非常羨慕會跳舞的人 但是始終學不會 所以最後就用了爸爸媽媽的老方法 就是自己不會的就送小孩去 哎結果 不錯我小孩還滿聽話的 然後長著長著就跟大家長得還滿接近的 所以我也自己覺得說 哇真的很高興 現在自己不會跳街舞 但是至少有培養一個跳街舞的孩子 同時現在我也有機會在這種街舞的場合 可以站到台上來 至少有這個關槍關掉的這個人這樣 啊所以我也是滿有成就感的 因為畢竟在大家一起努力之下 我們能夠把街舞這樣從一個協會 變成真正的推到了 可以上國際舞台 體育署 文化部現在都變成關槍關掉的 必須坐在這裡 那身為一個立法委員 能夠最有成就感的事情 就是像這樣啊 把政府的資源帶到 過去沒有注意到 但其實大家很希望的地方 我覺得這才是真正在做事情的民意代表 能夠匯聚社會資源做好事 這樣的一個想法 所以各位 尤其是萬華區的各位好朋友 你們現在又多了一個佩譯 所以我相信未來萬華 這一定會是台灣的街舞重鎮啊 大家應該給佩譯再掌聲鼓勵一下 那對不起因為我等一下會先走 所以我想再見多一分鐘就好 我今天真的非常高興又看到了法障法師耶 哦 法師你不要增加我的難度 你上一屆是這樣跳上來的 你今天 等一下我都很懷疑他會怎麼上 我上去年真的是嚇到 而且法師到現在我真的是深深的感動 因為我們說立法委員跟街舞連在一起已經很不可思議了 但是沒有想到師父不但支持 而且還真的上來身體表演 最後還說了一段說原來佛法在講的身心靈 跟街舞在講的Body, Mind and Soul 是完全相通的 這件事情我也覺得我對佛法開始有了深刻的體悟 所以今天我也非常非常期待 最後世界都是萬流歸宗 都是希望信仰善良 然後能夠讓街舞更好 讓世界更好 加油 掌聲送給我們的小隊委員 非常的謝謝您 來到我們的現場 來那個我們外面天雨路滑 小心那個行車平安 好不好 來我們支持 還有一位我們要邀請到的是 每次我們這兩年非常的支持我們 不管是小朋友 還是今天我們的台灣Dance Delight 都非常的提供大力的幫忙 我們掌聲加尖叫 歡迎我們的吳佩奕 立法委員吳一元 謝謝 為什麼我們都跟其他人不一樣 為什麼我們都跟其他人不一樣 謝謝 哇 你還在我們這個專屬的主題曲 欸 我們New Ging's的NV是在我們萬華拍的 好 這不是我要求的 這都是 這都是 完全是隨機播放的 有有 甜拓 我們文化部次長 教會委員法師 今天已經在準備的參賽團隊 還有我剛問說 欸知道我們後面這群人是他們都家屬以及觀眾 很開心 我們又來到了 經研度的Dance Delight 那 昨天在這裡 就同一個場所我們辦的是街舞小學校 小學生參與的賽事 所以昨天我還可以說 我高中也是熱舞社的 還可以沾點關係 但今天這個完全是一個專業的賽事 所以我們今天是抱著粉絲的心情來到現場 那我特別想要給甜拓shout一下 大家想說辦一個比賽 其實真的要處理滿多事情喔 不要看甜拓平常看起來好像都很free 他就 我看到他的時候 他都是在跟那個公務員開會 然後說啊 這個公文啊 要補件 這個要補什麼資料 然後很多其實很多繁瑣的事情喔 那我跟小慧委員我們的角色 其實就是擔任翻譯員 因為我們知道說 台灣的文化藝術 對我們整個國家來講 這應該要是我們最強的國力 這件事情真的太重要了 所以呢 看到我們來自於民間 有這麼多的街舞人喔 十幾年來大家沒有放棄 再沒有政府資源 沒有國家看見 甚至企業廠商也沒有開始關注的時候 大家可以這樣靠著自己的熱血 然後還有團體的力量 法師強調 團隊的力量 一直這樣子把它傳承 然後到今天 我們有非常非常好的成績 所以我們是抱著粉絲的心情 然後也非常的高興 我們能夠在這當中 能夠參與一點點的心意 那我們希望 我們台灣的街舞文化 可以繼續強壯 著重下去 那就需要更多人 大家一起加入 所以今天 感謝文化部次長也有來 再次的呼籲 我們政府的各單位 包括文化部 體育署外交部 大家通通趕快上車 因為台灣的街舞 在世界上面表現 越來越好 現在是你們還有機會 買票沾光的時候 那我們台灣是亞洲最自由的一個國度 所以我相信 有自由的空氣土壤 這就是街舞需要的土壤 街舞文化需要的根 所以我相信台灣的街舞 有一天 我們一定是世界的街舞強國 再次的感謝大家的參與 謝謝 掌聲跟著叫 謝謝我們的派對委員 所以確定沒有要跳一下嗎 謝謝我們的派對委員 總是這麼支持我們的活動 也再次謝謝我們的文化部 我們法杖法師 以及各位貴賓 提供給我們的幫助 讓我們的台灣選手 能夠被世界上更多人的看見 我們台灣裡面 有非常多非常多優秀的選手 而且人才背書 絕討論 我們